他的爸爸在房间里面过十多天 重点是爸爸的房间 就在厕所的旁边而已 所以你只要上厕所 你一定会看到 去遇到或闻到 可是往生者的孩子 这十多天来 他没有去关心过 他爸爸到底吃了没 喝了没 生活状况怎么样 就每天要上厕所 就这样走过去 警方问他为什么 我没发现 他说他一直以为是垃圾抽点 可是当我们过去 现场亲历的时候 其实床已经完整的 呈现一个人形的印子在上面 整个湿水流满地 其实我们的工作 虽然说叫做面向清洁 或者说特殊现场的处理 但是我觉得这工作 它其实是一个 附属的一个工作技能 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 其实是针对于 我们所谓的活人 像房东 他的家人 甚至在一些左邻右舍之间 我们要怎么样 经由这样的过程当中 让他们的心理不再去惶恐 那甚至说 在面对这些杂乱的现场里面 怎么样 专理并找到里面 王生哲他想要流出给家人的东西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工作 在清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顺便去做一个工作 叫做陪伴 我们藉由陪伴与沟通 跟他们去闲聊的过程当中 甚至我们在这些清理 所谓的遗物的过程当中 我们慢慢构筑出 王生哲流出给他们 一个过往的美好的记忆 虽然可能他很多年没有见好 或许对他很陌生 可是里面的一些舒适马迹 我们慢慢把它拼收出来 把它编好的影片交还给家人 开始你先入行是当礼仪师 对 我以前是从事殡杂行业的礼仪师 后来就想 怎么都没有人做这个 专门的去清洁的人员去做 我那时候也问过很多的朋友 他们说你专门做这个 你一定会饿死 想说那就试试看吧 饿死再说 所以就毅然决然就决定要投入到 这个新的产业 当时根本没有人做这一块 全台湾 应该说专门处理的公司都没有 那时候我是第一个在从事这一行 几年前的事情 八年前有了 在从事殡杂业的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是说这一行 因为我们是从传统历数开始学的 我会觉得那其实这一行 有点慢慢的变质了 怎么说 就是你只要找契约 可是我很注重的是跟家属之间沟通的过程 这个温度 对 去办一个真正想要的商礼 而不是造表操客 所以后来就觉得说 如果说便当产业 这样子那么训练容易上手当理医师 甚至我只要照着单去做就好了 我觉得这一行有没有我无所谓 那时候去这样想 我不如去做一个 别人会需要我的工作 我觉得这才有价值 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 80%以上都是街友跟僧人 甚至我们所谓的三丈 三丈就是四丈 金丈跟深丈的人员 组成我们的工作团队 那依照他们可以合适 可以适合做的部分 我们安排他的工作 那时候每天会有不同的 社工带着街友来 去做洗地的工作 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目的是说 看有没有街友 他们对这个方面有没有兴趣 从此刚好接了一个清洗的案子 那时候想我们可不可以帮他 重造另外一种就业机会 我们做了四天 突然他就说想要成立一个公司 社会企业 就立清吗 对 说好 那我就帮你一起这样做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 我们所谓的清理服务的对象 他因为这一波疫情 导致他的失业走上了绝路 你接到的很多案子 可能也跟亲生有关了 就这段期间的话 对 我记得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去接了一个案子 在那期间 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去怎么申请所谓的社会资源 与付出与帮助 所以他突然面临失业 他想不开 就直接在家里面烧摊 对 这些过程当中 其实不断的有遇到类似的事情 我会觉得那要怎么做 那时候的想法是说 我的工作业绩量真的会突然变高 可是后来去想个问题 那要怎么样去让这工作消灭掉 你说让这样的问题减少 让这样的问题消灭掉 所以那时候慢慢去想 那我们去从源头去解决 一个一个帮 一个一个慢慢的自立起来的话 一个一个的问题会减少 那甚至在训练他们的过程当中 可以去帮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 反馈这东西其实应该讲很难看得到 我们会慢慢觉得他至少像个人 对于我们的工作的初衷 是我们不希望这些人 以后变成真正的社会问题 我觉得唯一的反馈的还是有在这边 对于这些同事们而言 他们所表达出来的 或者是他们比较不会表达 他们有受到帮助 可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 是因为你们 让他们有这样的 也比较稳定的收入工作 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 其实刚才讲的虽然这样讲 对他们而言 他们觉得他们最改感激跟协助的是这些 从他们最惨最糟的时候 在露宿街头的时候 帮过他们的社工 是 因为没有这些社工去关心跟关怀 他们甚至帮他们找到这些资源的话 他们可能现在还是在露宿在街头 甚至连找到我们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对他们而言 他们以最感激的是这些社工 所以社工有问题有状况 是这些借由他们第一个会去帮他们 也是理所当然 对 对帮助他们 甚至有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会筹集他们手上有的资源 去做一个协助 这些遗物的整理 其实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其实像一个现场里面会有三种东西 第一种叫贵重物 第二种叫纪念物 第三种当然叫飞弃物 好飞弃物先不提 其实贵重物都要很容易分 珠宝 钻石 钞票 黄金 那当然我们就把它留下来 我们就还给家人 最麻烦的是纪念物 纪念物为什么麻烦 在该留与不该留之间 其实很吃自己的判断与经验 重点是为什么 我一直提到我们的工作叫做陪伴 我们在与沟通跟聊天过程中 慢慢的去了解说 到底哪些都应该留下来 甚至我们在现场 一开始不是先打扫 不是先整理 而是先观察 从他的生活的摆设用品 跟他整体的动线 其实都可以摸索出一条轨迹出来 再拼凑出他所谓生前的样子 有时候家属没有陪伴在身边 你就只能自己判断 就只能自己判断 但是我们也很怕误丢 虽然家人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做 怎么样去留下来 应该属于他 而不是你到时候拿一阵框 这个家里在八层的垃圾都拿出来 你帮我再筛选一下 但他也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去怎么去 借由他的生活的轨迹 去判断出哪些东西 应该要留下来 那会不会有一些 委托者他们是 把很多遗物 很多的这些纪念物 全部都要留在自己身边 他舍不得丢掉 因为他可能觉得这是 现在爸爸妈妈 或者是他自己儿子的宝贵回忆 他每一个东西都想留着 我们甚至有遇过沾染到湿水 污染过的东西 他也要留着 对他而言 他觉得说这些东西 他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 占到了 他也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他丢掉的东西就没有了 其实这个时候就很麻烦 不能留 留了味道还在 污染还在 细菌什么都还在 你要去怎么样 然后劝说去割舍 甚至我们很多的个案 它是连垃圾都要留 对 这个些东西 他们会认为说 包包物件 甚至是你的塑胶袋 他认为以后他用得到 我们干嘛处理 他认为说 我们的处理这些过程当中 应该是我们走过来 诶 污染不见 其他都要好好的 他可以继续用 对 我跟他讲 我们不是魔法师 办不到 那很多的人 他会认为说 这要扭那要留 留到最后就是 什么都不让你动 这个状况 其实经常会发生 那怎么样去劝说他 这是最麻烦的 之前遇到一个案件 委托案 他从去年十月过世 今年四月才发现 办事六个月 他的小孩在陪伴他的妈妈 在家里面六个月以后 才被其他亲戚发现 那家人的话 因为明显他是有 精神疾病相关的状况 所以安排送医啊这些 那后来他们家人 与医疗社工找到我们 希望我们去协助他清理家里 聊案之后慢慢的去 跟委托人就也算是病患本身 患者本身 聊出来之后发现 东西不是你丢了就结束了 他里面的话 他有特别强调 所有的衣服不能动 因为可能对他而言 他是妈妈的过往 二来讲垃圾的话可以处理 但是剪刀跟指甲刀 全部都要留下来 其实你在温暖现场的话 那个东西应该是丢掉 对不对 然后觉得不用留小东西 可是后面的话 你要去分析 了解那种 当早期就有冰框发生的时候 家人其实妈妈为了怕 有危险发生 所以是不是会亲自 帮他剪指甲 我帮他裁剪东西 所以对他而言 剪刀 指甲刀 是对于母亲思念 跟关爱的记忆的链接 是强烈的链接点 对 你要去怎么去找出来 这个就刚才提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是慢慢有人注意到 我们所谓孤独死的问题 投入这个产业链 去工作 这些可以赚钱的工作 那有人做了 所以到后面想说 那我可以去做这些 真的需要帮助 跟问题 你问题不解决 他会不断产生 就是对你而言 他就只是越来越多的个案 越来越多的委托 可能像这种孤独式的案件 会不断不断的飙升 可是他不是正常的现象 他一定是社会哪边出问题 才会越生意 那你说不赚钱吗 难不成我要饿死 我这个是这样吧 可是我会觉得赚钱 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我可以不用靠这一招 是 可是我有没有办法 让这个问题降到最低 这才是要去做的工作 那可是这些 没有人可以帮助的路 是他发生这件事情 然后可以怎么办 还是需要去帮忙 那我遇过一个 最扯最扯的一个个案是 他的爸爸在房间里面 过40多天 重点是爸爸的房间 就在厕所的旁边而已 所以你只要上厕所 你一定会看到 是遇到或闻到 可是往生者的孩子 这10多天来 他没有去关心过 他爸爸到底吃了没 喝了没 生活状况怎么样 就每天要上厕所 就这样走过去 他是要去上班吗 所以很长时间不在家 没有 午夜待在家里 他们家里都是靠 另外一个女儿去做供养 就是给他钱 这样子过生活 甚至家里有留一些钱 一直到 我们刚才说的女儿 他联络不到爸爸 所以他跑回家里 看的时候才发现 这段期间 警方问他为什么 没发现 他说 他一直以为是垃圾抽掉 所以他没有关那么多 可是当我们过去 现场清理的时候 其实床已经完整的 呈现一个人形的印子 在上面了 整个湿水流满地 可是他给理由却是这样 他说他没有注意到 现在不是说 我们今天兄弟之间的 情缘担保 让我们所谓的父子 亲子之间的关系 也会因为很多的状况 而越来越冷漠 甚至你住在 同一个屋檐下 你还是会有 孤独死的一个可能 其实高风险族群的话 大部分 其实算是中壮年 中壮年 中壮年 其实反而这样发生的比例是高的 因为台湾的社会福利 取决于两个原则 第一个叫做穷 第二个叫做老 当你老了之后 到一个 或者说65岁以上 我们定义为老人的程度以后 社福的体系就会介入 地方里长 林里长的关怀 社工也会有加入 所以我们老年人 孤独死的比例是低的 相对于低的 但是我们的 所谓的中壮年 是高的 高的独居 独居的中壮年比例是高的 甚至很多的 我们所处理的现场里面 有大量的子通药物 酒精 陈药 这三个东西 基本上都会出现在 刚才所说的中壮年的 孤独死的现场里面 高龄者 第一个 房租负担有问题 第二个 他们怕他们真的死在里面 所以像有一些地方 他们是专门住给老人家的 房东他有预备好 有这样的风险承担 为什么愿意承担 是因为这个房子本身 他已经没有住屋的优势在 我曾经遇过一个案例 他不是我去清理的 而是我们在清理的隔壁 看到一个老人家 他骑着那种住行车 回来之后 他只能在地上爬的回去 他住的地方 而且是要一层一层爬上去 就这样手扶着他爬 一手抓栏杆 一手这样爬上去 那时候看的时候很想帮他 但是因为我身上那种 装面也不太是 可是 你那时候看了就讲 他只能住在这个地方 而且住的空间什么的 我觉得他应该可以住在核四里 可是 有人愿意住给他吗 我就只能看着他这样子爬上去 他们被迫就只能住在 那些不太适合的空间 而且那个时候 他还拿着他的食物 就只能这样背在那边 挂在后面这样子爬上去 你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社会 我们对老人应该有的照顾吗 我觉得我们有照顾到他吗 没有 我觉得我虽然没有到那么伟大 什么老人家什么 我都要给他处理 可是我们能不能有给他 一个好的一个居住的空间 让他不要 连出路对他而言都是一种酷刑 我记得很深刻 我接的第一件委托案 其实是我朋友的妈妈 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他都是通知我的时候 是离仪公司通知我们过去 因为我做很多年 有认识很多离仪公司 他们知道我在做这一行之后 他们会帮忙介绍 那时候刚好在我老家附近 我去了一发现 怎么是你 事前都不知道 后来去 他就说 妈妈就这样倒过在家里面 那一个现场其实污染 我所意味的那些状况 其实它不严重 可是对我来讲 心理的冲击很大 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说 这些事情 很多过失 生死 这些相关的问题 我们是看着别人去发生 可是后来发现原来 他离我们那么近 甚至我们会认为说 过失很多天才会被发现的 是一些很孤独 很孤单身社会底层 可是没有想到是说 其实一般的人 他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有时候稍不注意 没有发现到 可能汗事就发生了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有余到底 要不要做这工作 还是说重新换个跑道 应该说突然这样子创业 其实心里会慌 说到底多久才会有委托 可是当第一天做的时候 才会发现说 原来这一行需要它的存在